小朋友才做選擇 大人的我全都要 實在就是 SUM 安全科技豪華舒適 買中古車該先注意哪些項目呢 小朋友才做選擇 大人的我全都要 2020年全新大改款RAV4 滿足你所有需求 Toyota 大改款RAV4 2020年出廠 以幾何元素貫穿全車設計 嶄新多邊形水箱護照及下進氣法 搭配LED 觀感銀頭燈 勾勒出錫煉大氣的霸氣外觀 RAV4以低重心設計車體結構 高剛性車體 前後獨立懸吊系統 車側肌肉線條搭配18吋鋁圈 車尾雙重T型造型 與LED燈組 展現王者休旅車的運動氣息 這部RAV4擁有iKey以及PushDot功能一鍵啟動 前車主還選配了皮革套件相當有質感 RAV4全延產保養 新車尚在保固中 經過ES第三方公開認證 里程目前為12559公里 RAV4的方向盤質感相當好 左兩邊有非常多的快控按鍵 左邊分別是行車電腦的切換 還有音量大小聲電話等 右邊有很重要的ACC主動跟車巡航的開關鈕 還有車道便宜輔助的開關鈕 還有選頻道、選模式 還有定速功能都是在這邊做切換 RAV4配備9吋自聯車載系統 內含非常厲害的360度環境系統 我們在導車的時候非常實用 再來就是它的導航系統 這都是原廠的一個配備 還有行車記錄器、Apple CarPlay 可以連接你的iPhone的手機 或是甚至Android手機都可以連接 那基本的譬如說它要偵測、行車記錄、藍牙 這些都是有的 下方這邊會有雙區的 紅音空調它是智慧型的 在下面還有循跡防滑功能 還有兩個前座椅都有電熱椅的一個功能 下方還有12B插槽、USB插槽 甚至還有Type-C充電的插槽 你可以接一隨身點 也可以讓手機做充電 再來下方這邊是它的變速系統 它是CVT無段變速的手自排變速系統 左邊這邊還有電子手剎車、自動駐車 還有很重要的三重駕馭模式 分為一般、節能和運動 可以依照不同的路況 選擇適合的駕駛模式 也可以掌握清楚完整的行車資訊 下方這邊還有兩個很貼心的放飲料杯的地方 蠻深的 還有這裡是一個很深的置物空間 可以放很多東西 裡面還有一個12B插槽可以做轉換充電 RAV4的主被動安全備備相當齊全 它有主動過彎輔助、盲點偵測、上坡起步輔助 車身動態穩定系統 還有全車、9具、SRS安全氣囊、四合一煞車系統等 給你滿滿的安全感 RAV4的汽車軸距增長到接近2.7米 後座的車式空間變大 向上方接近兩個拳頭左右的空間 西部空間也是大概兩個拳頭左右的空間 後方很貼心它是64分離座椅 而且兩邊有ISOFACE兒童安全座椅的一個裝置 很貼心的是這裡還有兩個冷氣出風口 還有12B插槽可以讓後座人做充電 RAV4擁有腳踢感應式電動尾門 向我九頭身大長槌一掃 尾門自動開啟 它的標準形象容器580公升 而且有64分離座椅 向前傾倒它的債務空間積深 打開引擎室 本車已經做完YES第三方認證 這是我們的認證書 再來我們的板件部分 這都是原板件 而且螺絲沒有拆卸的痕跡 它的標籤則是2020年四周型改款 它引擎蓋 按壓都是硬的 是沒有更換過的 風膠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帶到另外一邊 螺絲一樣也是沒有拆卸的痕跡 板件都是完整沒有受損的 RAV4自然進氣引擎 直列四缸排氣量1987毫升 前輪驅動最大馬力來到173匹 最大扭力20.7公斤米 平均號來到每公升15.1公里 新台油門可聽見引擎聲浪高昂 逐漸動力飽滿 這波2020年ToyotaRAV4旗艦版 一手車全車原漆 精裝滿配 而且外型相當狂野 內裝非常精緻 沒有在旋轉你 歡迎來電預約四程艦長 小舊艦長專線0963-738-066 喜歡我的影片朋友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喔 下回見 掰掰